最近正值縣議會與鄉鎮定期會期間 不約而同對於目前縣內垃圾轉運成本增加 與地區掩埋場趨近於飽和的情況提出質詢 幫助縣政府解決垃圾人員 幫助台東縣解決垃圾人員 我這個垃圾當中一開始縣政府 我相信在座的各位 我也相信你們沒有能力處理 三個方向 第一個 延盤廠 繼續再火化 再用 第二個 就是我們必須要垃圾繼續減量 資源回收 特別是廚餘這個部分 我們做的更多事 讓我們即便要載出去的量可以減少 成本可以降低 第三個 第三個就是我們要考慮 事業廢棄物的收費 來增加 就像你講的 報告業 剛剛那個焚化 焰脈廠的焚化我們都很樂意 北南鄉民代表會定期會中 北南鄉民代表也針對目前掩埋場現況 在定期會中提出疑問 諮詢相公所未來該如何因應 香港相公所 在未來的一個時間內 能不能透過我們的努力 跟透過我們的一個關係 向我們縣政府環保局 來爭取 我們來配合他們 做一個合法的一個程序 來讓我們一個三里的垃圾場 來做一個更加活化 由於目前台東縣境內 絕大部分垃圾掩埋場都趨近於飽和 可是外送垃圾焚燒成本又不斷增加 縣政府與鄉公所的財政負擔與日俱增 經過縣長黃建廷與環保局的認同 未來鄉鎮施工所面對所在區域垃圾掩埋場 如果遇到趨近於飽和 又有使用空間的條件下 環保局將全力協助 讓縣內垃圾掩埋場的活化計畫得以實現 能夠成功降低垃圾外送的高額費用 對於日漸窘困的縣府財政收支來說 無異於開了一項利民又降低開支的先例 東台新聞 張家維 台中市 編內相報導